榴莲是一种热带水果 营养丰富被誉为水果之王 以下是榴莲的营养特点以及搭配禁忌 营养特点 富含维生素C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促进铁的吸收 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缓解便秘 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 提供能量 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如钾 钙 铁 铁等 含有多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有助于增强体力 促进生长发育 富含植物化合物 如黄酮类 内黄酮等 有助于抗氧化 预防癌症等 含有脂肪 但是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较高 富含糖分 对于血糖控制不好的人群不适宜多时 含有丰富的果胶 能够降低胆固醇 营养均衡 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 榴莲不能和什么一起吃 牛肉 榴莲中的维生素C会抑制 牛肉中的铁元素的吸收 红酒 榴莲和红酒一起食用 会导致头痛 恶心等不是症状 鲜奶 榴莲中的某些成分 会与鲜奶中的蛋白质 发生化学反应 影响消化吸收 芒果 榴莲和芒果同时 容易引起腹泻 红枣 榴莲和红枣同时 容易导致腹炸 腹泻等不是症状 桂圆 榴莲和桂圆同时 容易导致中毒 橄榄 榴莲和橄榄同时 会降低橄榄的营养价值 荔枝 榴莲和荔枝同时 会导致腹泻等不是症状 茶叶 榴莲和茶叶同时 会影响茶叶中的 营养成分的吸收 香蕉 榴莲和香蕉同时 容易导致胃炸 腹泻等不是症状 总之 虽然榴莲的营养丰富 但是榴莲也有一些搭配禁忌 在食用榴莲时 应该注意避免搭配这些食物 以免出现不良反应 此外 榴莲也是高糖水果 对于血糖控制不好的人群 应该适量使用